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呢不应该是我谈的内容 但是呢我呢是通过每一期的话题 来谈一些观念上的问题 政治上的问题和我一些个人的理解 所以呢虽然话题是一个下流的话题开始 但是呢它涉及到的还是一个人的观念的问题 还是值得说一说的 这个话题起因是什么呢 有一个因为俄乌战争而瞬间爆红 专门兜售色情产品的一个机国别都 产的这么一个小伙伙 他发帖吹嘘他的乌克兰的老婆 他是这么说的 说乌克兰姑娘达莎婚前是个处女 结婚时没有彩礼 结婚后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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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帖子呢使得另一位丧家在西班牙的也是别都产的包打厅 这个包打厅呢 看到了他看到之后呢 看到这个奥特萨的这个小片子的帖子之后 狠狠的吞咽了一下口水 然后他发帖说 我的准儿媳服务 这准儿媳服务 西班牙巴塞罗那白人姑娘也是处女 这是我儿子私下跟我说的 这个北京包打厅之所以叫做包打厅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只要是跟北京有关的事人家全知道 这个包打厅的帖子呢 比奥特萨那个小片子的帖子就更加的滑稽 因为首先他把儿媳妇给写成了儿媳服务 谁给谁服务啊 其次 你儿子私下和你说他的未婚妻是个处女 你们这个父子关系怎么就这么的龌龊 但是这两件事情呢 他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那就是知国人的处女情节的问题 讲的简单点 就为何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或丧家的中国人 是把处女当成宗教一样的崇拜 那么洋人和其他族群有没有这种偏爱呢 有没有偏爱我们先按下不表 先说一个中国墙内的网络调查 中国墙内的有一个网络调查显示 超过85%的男性有处女情节 83.6%的男性会因为女友失去真操 而对他不那么好 只有16.4%的男生不在乎女友的真操问题 可见这个中国人对女子是不是处女 或者说是不是有真操 他有这种普遍的爱好 偏爱 这个呢 是在已经 刚才这一组数据呢 是在已经是经过这种改革开放 或者是这种观念的更新几十年之后的中国人 那么在历史上呢 他们是什么样子呢 那就更加糟糕了 甚至呢 中国人为了防止这个娶个女人不是处女 防止上当 传统的中国社会呢 又研究出很多判断处女的方法 著名的比如有手工纱 滴血 验枕骨 看眉毛和腿形等等 其中那个手工纱是最逗的 据说是东方朔 向汉武帝传授的 检验处女的一种独门的秘迹 他来自近代的张华所做的 博物志的一个记载 就博物志记载了这个东方朔这么一个故事 这么一个下流的故事 手工纱的手工是什么意思 手工就是壁虎 就是墙上爬那玩意 小洞壁虎 但是传说中的这个手工纱 它的方法呢 有两种 所以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单一的啊 两种 第一种呢 是把捉来的壁虎 装在容器里边 每天喂猪砂 当壁虎吃猪砂 吃到七斤左右的时候 哇 把小壁虎养到七斤 够大了啊 左右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全身通红 然后呢 就把壁虎放到石灸里边 用用杵 把它给捣碎 捣上万次 得到的这个猪泥 就是手工纱 第二呢 是在壁虎的四爪之间 有一个天生的一块猪纱 把这一块取出来 这也叫手工纱 那么 得到手工纱的方法 是这个样子的 那手工纱如何使用呢 使用的方法是这样的 把这个手工纱 点到女子的手臂 或肚脐处 水洗不掉 如果没有性行为 他将终身不会褪色 如果有颜色 消失就意味着 他不再是处女 这个故事呢 被是吧 这个伟大的无聊小说家 金庸统治 给写到了他的杨过瑜 小龙女 那个事情上 在小龙女身上 做了一个手工纱的实验 我本人想啊 我觉得这个方子 要是流传到今天 应该会申请诺贝尔奖 是吧 中国人在龌龊方面 从来不输地球上 任何一个族群 但是呢 必须想到 对女人出业 或者是这种 争操的这种战友 在野蛮社会 他体现的是 其实是男人的一种特权 所以在欧洲文明的早期呢 或者是叫主流文明的早期呢 他也是长期出现这种 贵族占有领地女子 出业的这么一个野蛮习俗 主要是出现在中世纪的西欧 大家看的那个电影 《勇敢的心》当中 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那个时代呢 他是这个领主 对他领地上的人的一个特权 一般称之为出业权 有一部这个 西班牙的电视剧 叫海边的圣母大教堂 那个里面的那个故事的一开始 就是这个男主角和他的太太生了一个孩子 结果呢 领主呢 就把这个男主角的妻子呢 抢到了城堡里 就是有这么个故事 可见就是说 那个年代的一个正常男人 想保护自己的太太是非常难的 法国人呢 把这种出业权呢 一般称为叫腿的权力 或者叫大腿的权力 出业权呢 还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时代 比如这个西罗多德 就提到古代的利比亚的阿迪玛奇达族 他们的一个习俗 西罗多德是这么讲的 说他们也是唯一一个有着这种习俗的部落 将所有即将成为新娘的妇女 带到国王面前 以便国王可以选择那些令他满意的人 这是西罗多德的记载 还有一个记载呢 是公元前280年 当伊特鲁里亚这个城市 叫沃尔西尼他的平民反抗贵族的时候呢 他们夺取了贵族的妻子 并将贵族的女儿置于首领的出业权之下 而他们所有能接触到的前住人 都被折磨至死 这是欧洲历史上的记载 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为什么处女崇拜没有在欧洲形成 像中国这样的宗教式的狂热 当然大家也知道 就是中国的这种宗教式的狂热 是宋代以后才出现的 宋代以前呢 对处女问题虽然也比较介意 但是没有像那种宗教性的崇拜 那换句话来讲 这种出业权的这类的野蛮习俗 它在欧洲是为什么会很快消失呢 这就涉及到我长期所讲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一个社会 它长期的去接受某一种观念 受某一种道德的滋养 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的不同 那涉及到这个主流民族 那很简单 它就受到犹太基督教的 对这个主流文明的长期滋养 因为在圣经观念当中 也就是说 在甚至在三千五百年前 那个摩西的那个时代 就已经对于男女关系 立下了一些非常严苛的标准 在男女的婚姻关系上 上帝设计了性爱 但是性的不是可耻的 而是仅限于夫妻之间 也就是亚当和夏娃之间 他们发生性爱 不但是是被许可的 而且也是荣耀上帝的事情 它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一个人要离开他的父母 与妻子联合 与他成为一体 就要彼此忠贞 也就是说 要彼此的守贞 所以关于真操呢 它是对于这个 犹太基督教传统来讲 它是一种圣约的关系 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 夫妻之间 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男人和女人都有义务 把第一次的性行为 提供给自己相守一生的 配偶 这是基于对圣约的遵守 和对上帝的服从 也就是说 守贞的义务 它是男人和女人 都需要共同遵守的圣约 这个问题呢 到了新约时期的保罗呢 就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 他说 但要免淫乱的是 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保罗这话就意味着 就是说 你们要避免这种身体上的 这种淫乱 那至少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这是必须的 保罗还讲说 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对待妻子 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 妻子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身体 乃在丈夫 丈夫也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妻子 你看他这个圣经的道德 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因为他都是一种整权的关系 也就是说 你像中国人 他男人要求女子守真操 但是男人是不需要守真操的 但是在圣经观念当中 真操的观念是 既是要求男人 也是要求女人 既是要求女人 也是要求男人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种整权的关系 所以保罗还讲说 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 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 妇女和处女有分别 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 挂虑 要身体灵魂都要圣洁 已经出嫁的是为 世上的事 挂虑是想要叫丈夫喜悦 所以在这里边就是说 人的身 在保罗看来 人的身体灵魂是要圣洁的 但是这种圣洁呢 你娶妻和出嫁 都不是不圣洁 但是如果你超出了 这个夫妻范围 那就是淫乱了 那就不是圣洁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对于夫妻以外的 这种婚前性行为 保罗是怎么讲的呢 保罗说你要逃避淫行 在他看来这叫淫乱 人所犯的 无论是什么罪 都在身体之外 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 因为在基督教的观点当中 人的身体是上帝的圣殿 所以你不能随便的去使用它 否则的话 这是非常大逆不道的 很淫乱的行为 这个可见 就是不论男人和女人 都是要遵守这样的一些观念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 圣约所主导的这种 道德观念体系当中 这种癥结方面呢 是男女要求 它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 长期的这种养育过程中 它就发生了 第一呢 在传统的欧洲社会当中 不会有这种大面积的淫乱的事情 没有大面积的这种 婚前性行为的问题 也不存在中国式的 单方面要女人守真的这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这个处女情节 必须被批判 因为它在中国社会下 它指的是对女人的要求 而不是对男女一体的要求 所以这是和人类主流的道德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中国社会 它传统是个农耕社会 中国人呢 它都有带有一种强烈的农民思维 这种农民思维呢 它根本就不分什么城里人 乡下人 北京人 外地人 你今天为止 就是到迄今为止 就中国人绝大部分都还是农民思维 就是中国传统的那种 以土地作为和血缘 作为纽带的这么一个农民社会 那么农民社会 男人的特权是必须的 这个对真操的狂热 仅限是女人对男人守真 男人可以随便戳 随便龌龊 没关系 因为真操不涉及男人的问题 结婚时呢 必须要检验妻子是否见红 《红楼梦》当中讲 留带洞房花竹叶 海棠之上 世新红 这个世新红指的就是 至于这个男人 他有过多少个通房大丫头 或者是曾经逛过多少窑子 这个女人是无权过问的 最近网上热议的这个外交部部长 包二奶这个事实上 在古代中国 甚至在今天的中国 是吧 皇帝给他喜欢的大臣赏赐个女人 也是皇恩浩荡的标准配置 这个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个族群的人 有中国女人如此多的苦难 所以很多这个中国女人 在鼓吹中国文化 我觉得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从理论上呢 中国古代呢 他有这个刘相的《猎女传》 班朝的《女界》 以及《礼记》等 对女人的一言一行 一言一行 做理论指导 在生活中呢 家族的祠堂 女性如果有月经 是禁止进入的 甚至就是在中国的绝大部分 家族祠堂当中 压根扭禁止女人进入 饿死是小 失节是大 男女受受不清 为防范女人是去争操 宋代人发明了三寸金莲 明朝时一个女人 碰了丈夫兄弟父亲 儿子之外的人的手 无论是不是主动碰的 哪怕是被动碰的 作为贞洁裂父 都必须要把这只手剁掉 看看中国人的这个 这个癥结观念 不过这个荷兰的汉学家高罗佩呢 他有他另外一种解释 他在他的那个作品 叫《中国古代防内考》 对中国女人的这种 中国的这种处女崇拜 他提出来他的看法 他是说 说在元代的时候啊 这个严格的户籍和住房管理 使得呢元朝的军事当局 但是呢元朝的军事当局呢 会经常安排蒙古兵住进汉人的家中 这个房主呢 便想办法把家眷关在自己的房间里 并且越来越赞赏儒家那种 把女人隔绝起来的规定 正是在这个时期 中国人的假正经 开始显露苗头 他们开始竭力掩饰其性生活 使外人无法窥知 这是高罗佩的一种解释 但是在我看来呢 在中国人眼里啊 女人仅仅是自己的土地 一个农民社会 自己拥有守根权 这是很重要的 万一自己买的地 是别人耕种过的 就不大吉利 同理 娶了老婆也要自己开包 才是人生极致的幸福 这是一个中国式的 讲的简单一点吧 就是持有中国式的这种 真操的观念和畜生都差不多 这种处女崇拜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 已经达到了变态的程度 比如一个人的官位是处长 他想官身一级 就必须要找个处女来破处 图个吉利 但是在当今这个社会 找处女是非常难的 那怎么办呢 就去幼儿园去找 幼儿园找不到小学找 总之 这个事儿得干 举个例子来讲的话 2013年就非常著名的 那个就是5月8号 非常著名的那个开房案 就是中国海南省万宁市 后廊小学六年级的小学生 被这个学校的校长陈再鹏 及万宁市房屋管理局的职员 冯晓松携带到宾馆去开房 我本人以为就这个案子至今呢 也没有暴露买家是谁 我不相信是仅仅是这个被处罚的 这个校长陈再鹏和这个房屋管理局的 一个马仔冯晓松 就是他们俩是首个 我不太信这个 另外一点呢 就是如果你用关键词条去搜索 中国的网站 涉及到儿童色情的词条 比比皆是 跟上的原因就是 中国人变态的这种处女爱好 关于这个处女癖好 今天呢 就说到这里了 最后呢 我想送给西班牙的那位 北京产的包打厅 诗一首 据说这首诗啊 是苏东坡和儿媳妇的诗 我觉得送给这个包打厅 还是比较合适的 这首诗是这样讲的 罗群之间两琵琶 琵琶一弹一烫沙 介于公共奏一曲 肥水不流 外人家 拜拜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